大家好,我是特种吃货 是一名特种部队退役军官 最近看了一部还不错的电影 特级英雄黄继光 为了防止哥哥们的粉丝来叫板 有个问题我要事先说明一下 虽然这部片子叫特级英雄黄继光 但是和哥哥们军女剧中演的英雄非常不一样 黄继光宣扬的是一种人民史观 而哥哥们的剧宣扬的是英雄史观 人民史观可以理解为时事造英雄 是人民推动历史的发展 时事在造英雄 英雄来自于人民 是人民中的典范 比如虽然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中国 但是在那个纷争的年代 即使没有秦始皇 也会有秦始皇、魏始皇 再比如黄继光 在他堵枪眼前 有很多战士前赴后继 用生命把阵地推到那个机枪安保下 这对所有人都有激励的意义 因为每个人做的事都是有意义的 也都有成为英雄的机会 但是英雄史观是英雄造实事 认为英雄引领着历史的潮流 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普罗大众怎么努力 都不抵英雄的效应 有一些宿命论 哥哥们都是高智商和高武力的双高天才 家里最好是高职高支的双高家庭 他们不是要成长为英雄 而是要证明自己本来就是英雄 而黄继光入伍时 只是一个身材矮小 连军简都没有通过的普通人 靠着成长和觉醒 一步步蜕变成英雄 我想问问大家 在哪种角色上更能找到共鸣 这部片子让我很意外 一部小制作的网络电影 在今年年底给军事题材打了一针强心针 让饱受失智型军旅剧摧残的我们 呼吸到了一口新鲜且又香甜的空气 啊 真香 这里先提一下我和黄继光之间的联系 我和他都是死船的 其实啊 黄继光是十五军的 这个十五军就是现在的空十五军 2008温川大地震 十五空降勇士就出自空十五军 我曾去空十五军跳过两次伞 第一次是代表海军 参加海陆空武警的特种部队军官联合集训 第二次是去学习 有幸成为十五空降勇士中英远的学员 电影呢也不是没有缺点 首先是这个收音的工作人员啊 应该扣工资 我两次看到川帮的镜头 都是从天而降的话筒 两次都是在黄继光很难的关键时刻 让人多多少少有些出戏 另外呢就是一些大场面的爆炸效果 能看出来有特效合成的痕迹 其他的话没有什么毛病 关于军事细节 网上已经有很多的分析 我就不做赘述 我想聊的是 这部电影在军事高度还原的基础上 是如何打动人获取成功的 这部电影能成功 一半是因为还原到位的军事细节 另一半是真实还原一个人 在军队在战场的样子 两者加在一起 没有一丝多余和作作 没有稀奇古怪的个人执念 没有莫名其妙的自我感动 不像有些巨壳电影 前一秒还在耍宝或者谈恋爱 后一秒就家国情怀上价值 黄继光就是一个很流畅的故事 合情合理的发展下去 电影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讲述黄继光 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通讯员 后一部分讲黄继光 如何成长为特级英雄 在第一部分 很多战士为了建立通讯通路牺牲了 我们可以看到通讯对于部队的重要性 所以之前点评王牌部队里 踩电台的情节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革命前辈用生命去接的电线 好不容易有了无线电 你却把它放在脚下踩 正该把你们这些人 全都挂在卡丘沙上 射到敌人的阵地去 黄继光的成长 并不是自发完成的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领路人 就是教导员李旭 教导员的戏份都在第一部分 他是接兵干部 黄继光的军检没通过 他被黄继光的真诚与毅力打动 允许黄继光破格入伍 在第一部分的开始和结尾 他与黄继光有两段很重要的对话 我觉得值得每一个想去部队 和想了解部队的人思考 第一段谈话发生在新讯的一个晚上 有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被添职 黄继光则知自己被选择当通讯员 很不满意 他认为通讯员只是个传令跑腿的 而他想当战斗英雄 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教导员发现之前做的思想工作没有用 也没有跟他废话很多 只是重申 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是很真实的军队生活 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也是现在很多人 很难接受部队的一个原因 在部队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 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中 周围的环境一直在跟我们讲道理 做事情总要有前因后果 我谈一点我粗鄙的见解 仅代表我个人 我认为在部队有些事情 结果就是原因 因为要做 所以要做 就拿黄继光这个事情来说 因为要你做通讯员 所以你要做通讯员 就是这个意思 黄继光不满有错吗 没有 教导员强压有错吗 也没有 一个出于人性 一个出于纪律 如果一个人总是想释放自己的天性 不想受到纪律的约束 确实不太适合去部队 第二段是关于纪律和公纪的讨论 立了功能不能抵消 为的计 教导员和黄继光 本应该执行的任务是侦查任务 探明情况后 应该迅速返回 向上级报告 好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到达阵地后 发现守阵地的战友 死伤的就剩下五个人了 于是教导员和黄继光 临时决定加入守阵地的战斗 只让一名随行的战友回去传令 在战斗的过程中 教导员被炸弹击中 临死前跟黄继光说 我违反了命令 我不是个好兵 你不要学我 希望各位想去部队的小伙伴 好好思考下这个问题 按理来说 以少甚多 打死了那么多的敌人 守住了阵地 自己还牺牲了 在一般人眼里 这肯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英雄了 但教导员想的不是自己成为了英雄 而是违反上级命令 不是个好兵 能说出这句话 可以看出教导员的思想觉悟非常高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电影一开始 所有的通讯员都牺牲的情况下 黄继光是和另外的战友 萧登良两个人 一起去执行重建通讯的任务 他们遇到教导员 教导员说 侦察营也是两两派出人员前出侦察 为什么 因为情报很重要 万一有人死了 另一个人一定要把情报带回去 大家想想 如果派出的两个人都没有回来 你是领导 你该怎么办 那是不是要继续派两个人去 这会让后面的战友陷入危机 更重要的是 延误了战机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这一切教导员心里都明白 所以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兵 黄继光在这个时刻 真正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需要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位把黄继光带进军队 用自己的身教会他军事技能 用自己的死教会他如何成为一名好兵的教导员 落幕 反观哥哥们的军旅剧用自以为是的想法 做着自以为是的事得到了自以为是的结果 认为这个结果对了其他的自然就对了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 正是他们这种只看结果的做法 让他们一点都不像军人 甚至在侮辱这个身份 哥哥们演的是电视剧电影 在最后导演和编剧不会让哥哥们错 哥哥们自己也不会让自己错 一定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来证明自己牛逼 可现实不是电影 不会总有好的结果 失败是家常便饭 更何况错一次就会有人万劫不负 有些粉丝说 以前不了解军队 看了哥哥的片子了解到了 我谢谢你们啊 我没有想表达黄继光和教导员错了 而是要告诉大家 军人心里要实时有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根弦 电影的第二部分 是讲黄继光牺牲成为特级英雄的战役 黄继光所在的连队接到命令后 按时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 大家前赴后继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把阵地一点一点的推到敌人纵身 黄继光作为通讯员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 强忍着心里的怒火和战斗欲望 旅行好通讯员的职责 直到所有的战友牺牲 他和另外两名通讯员 作为最后一支战斗小队 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最后的冲锋 最后只剩下身负重伤的黄继光 枪弹耗尽 以血肉之躯 毅然决然 出现敌人的枪口 很多影视剧特别喜欢 在这种时候用慢镜头大特写 观众都惊讶和感动完了 主角还好好的 导演在这个地方的镜头运用 我觉得特别好 黄继光一下就扑到了枪口上 很突然一闪而过 很真实 更具有冲击力 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一样 看到这里 我的眼泪一直在打转 怕老婆骂没出息 扭头一看 旁边的她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我也就放心地流下了泪水 黄继光这部电影 很好地处理了个人理想 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 不像哥哥们的军旅剧或者电影 个人理想总是凌驾于现实之上 出现大量违反上级命令 违反军纪的情节 并不思悔改 希望这些人能好好抱着黄继光 抄抄作业 黄继光这样来自于人民的特级英雄 对大家才有借鉴意义 我可以出身于平凡的家庭 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可以是遵纪守令的好兵 只要我不磨灭自己的理想 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履行好自身职责 我也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英雄在成为英雄前 大多是默默无闻的 这才是英雄的真实写照 耐得住寂寞 撑得过困境 终将守得云开 见月明 静待日出 终有时 我是特种吃货 也有一颗想称为英雄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